227 中國證券報 股東增持保鋼股份漲停 2015年7月10日衍生品對沖 A15 保鋼股份昨日盤後公告稱 2015年7月9日 保鋼集團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增持了公司股份144萬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零百 本次增持前 保鋼集團持有公司股份131億2882萬5267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79.717 本次增持後 保鋼集團持有公司股份131億3026萬5267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79.726 從盤面上看 昨日保鋼股份平開於6.75元 開盤1分鐘內跌幅迅速突破5% 再買盤力量大動下有快速拉升 10時15分左右漲幅超過5% 隨後股價橫盤震盪至早盤收盤 下午開盤繼續上公 不到14時觸及漲停 14時18分左右封漲停板 最終日漲0.68元報7.43元 漲幅10.07元 該股昨日成交雅為19.92億元 較前一交易日增加6億多元 安信Watch正勸在《最新研報》中指出 保鋼集團增設保鋼股份的股份 應是上市公司大股東響應政策號召穩定股價的一部分 從行業來看 當前鋼鐵行業的基本面極差 唐山地區的鋼配價格已跌破1,700元噸 全行業陷入虧損 這樣的形勢已難以長期持續 行業內生性的變革正在草然發生 而行業變革對於保鋼這樣的行業龍頭來說是最大的利好 並且保鋼加勾野組合已經具備同時從鋼廠和鋼貿兩個環節 進行整個產業鏈整合的框架 王效